目前针对非M1iPad的解决方法 我真的只找到这一款App可以使用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PPW study 相信多数人在使用iPad的时候一定很疑惑 为什么iPad投影在外界萤幕的时候 会有两个这么粗的黑边框 虽然苹果在去年的iPadOS 16 提出了目前调度的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目前调度 居然只有支援M1以上的iPad Air 还有iPad Pro 它才有支援外界显示器的功能 相信多数人跟我一样都是非M1iPad的使用者 那我们根本是没有被iPadOS眷顾到的孤儿 我们就没有办法享用这个外界显示器的功能 所以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App 它可以直接帮你实现目前调度 而且不管你是不是M1的iPad 你甚至是iPhone都可以来进行外界显示 那如果你本身是使用M1的iPad的话 那建议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栏 我在四个月前有针对目前调度 做了一个完整的教学示范 对那今天这部影片主要就是 针对像我一样非M1iPad的人 今天的影片时间走在这边 首先呢我会来告诉大家这个App要如何下载 以及它的价格是多少 那接下来的话我会来告诉大家 这个App它支援了哪些App跟哪些软体 那可以拿来作为外接显示还有萤幕分割 那接下来的话我就会来进行所有功能的教学 然后顺便来告诉大家这个App有让我觉得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那在影片的最后当然我就要来帮大家分析 你到底该不该花钱买这个App来使用 好那一样在影片开始之前请先记得按下订阅钮 并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跟BPW相关的最新资讯哦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告诉大家要如何下载 Shift Screen 4X这款App 那很简单你只要到App Store里面去搜寻 那你就可以找到这款App 对但是它是要付费的 它的售价是290元的新台币 对所以这个售价就是看大家自己可不可以接受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把Shift Screen 4X的App打开吧 好打开App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主画面 那它这边会询问你几个问题 你需不需要使用就是外接显示器 对因为它现在没有侦测到外接显示器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iPad 接上我们的外接显示器 对那它一开始的图子画面就是长这样子 你会看到一个桌布的画面 然后我们现在把镜头往上带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外接显示器 现在已经是变成全萤幕显示了 对那等一下的操作方式很简单 我们就是直接把它内建支援的App 然后点击进去 它就可以显示在我们的大萤幕当中了 对那我们现在来切换一下我们的画面 那这个就是它的主画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显示器 它已经是进行全萤幕的显示 那现在我就来跟大家示范一下 它的所有功能教学啦 那第一个功能当然就是它的全萤幕外接显示嘛 那我们要如何新增其他的App进去呢 那我们只要点击iPad的右下角这边 点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跳到 刚刚的那个App显示器的画面 那这时候我们只要点击任意一个App 它就会直接出现像网页的样式 对那它不管是在iPad上面还是在外接显示器上面 它这样子都是可以同步显示的 比如说我们就点击苹果的官网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用滑鼠啊或是滚轮 然后让它正常的滑动 就像你在一般浏览网页的那个样子 对那如果你要加入其他App的话 当然就是像刚刚一样再点击 比如说我们这时候想要打开Google Doc 那它这边就可以直接显示 你之前曾经编辑过的档案 那你也可以去把它直接打开 再来的话我最喜欢的功能就是 它的萤幕显示方式可以完全自由的调整 像是在iPad的目前调度当中 它可能只能调整部分的大小 对但是在Shift Screen 4X 它是可以全部完整的调整 我这边示范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发现鼠标这边出现一个调整大小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很自由的去放大缩小 而且你不管是多大多小它其实都可以显示 所以我觉得它在这部分的表现 就比目前调度来的好很多 你就可以真的去很自由的去调整 它的大小还有它的位置 然后它在这边还有一个优于目前调度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丢入超过4个App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 目前调度它只能放4个App 到同一个主画面当中 那超过的话它其实它就会被退回去 对但是它这边都是可以自由的再新增进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Google Sheet加进来 然后还有计算机 对像是iPad居然没有内建计算机 这件事情也是让我蛮意外的 但在Shift Screen 4X这边它就可以解决 对然后这边画面当然是可以自由的调整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它其实现在使用起来 真的非常像是在使用网页的感觉 你就可以直接去把它打插或是加入新的Tab 它这边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它当然这边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在挪动这些浏览器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像我有一副键盘 然后还有滑鼠的话 那其实你也可以直接用手指 然后来进行页面的拖移 它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比如说你可能只有一个键盘 对但是你如果想要进行拖移的话 那这时候其实你的手指头 就是你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可以去帮助你去调整你的页面 对当然的话如果要调整页面大小 这么灵敏的事情的话 手指可能还是无法达到的 对所以如果你要去进行这么细部的调整的话 那你可能还是需要购买一个滑鼠 但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关于分割的设定 我们可以直接从设定这边去调整 比如说我想要只显示左半边 它就可以只出现左半边的画面 或者说我想要进行很密集的分割 比如说像是这样子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就会依照这个App 它设定的样式 然后去调整你页面的画面 对那介绍完它的萤幕分割功能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细看一下 它的内部功能到底怎么样 那这个浏览器它可以怎么做使用呢 那其实你要进行比如说看YouTube影片 或是其他功能它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这边先输入YouTube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就到我们YouTube的画面 那我们就点击我的影片来看一下吧 对那大家这边有没有发现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画面 居然只有显示在下面这个小的显示器 就是我的iPad 却没有显示在大的外界显示器上面 对所以这个其实算是Shift Screen 它一个小小的问题 大家有看到这边有一个符号吗 我们点下去之后 然后它就会出现子母画面 然后这时候我们只要再把全萤幕开启之后 然后点击播放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现在就可以直接正常播放影片了 对所以它这边就是多了一个算是小步骤 你就需要先点击字母画面 然后才可以用全萤幕来看影片 对那推出全萤幕的话 我们就是点击右上角这边有一个XX的符号 就可以直接把它做退出的动作 那再也是大家很在意的部分 就是它除了YouTube之外 它可不可以看Netflix呢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测试一下给大家看 好那大家有发现问题了吗 它的问题其实就跟刚刚YouTube一样 它没有办法直接在外接的大显示器上面播影片 它只能在小的显示器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显著的缺点 我等一下也会在后面跟大家说 所以如果你要看Netflix的话 还是建议你直接使用iPad它里面内建的App去使用 对那它的观影体验会比 直接使用Shift Screen 4X来得更好 对但是除了YouTube啊Netflix之外 其实它还是可以当成一个很正常的浏览器来运作的 比如说像是我的Notion啊 我还是可以直接打开Notion 然后来进行编辑 对或是来打我影片的脚本 它在其他网页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再来除了网页之外 我们可以继续点击右下角这边来查看 那右下角这边的话 它有一个叫做PDF的编辑器 那我可以点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PDF编辑器 那我们先把画面放成全萤幕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边 那点击下去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汇入你在平板内的档案 比如说我们汇入这份简报档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以PDF的方式来查看这份简报档 这个是还蛮方便的一个功能 那你当然也可以去对它做注记啊 或是其他的注解 那都是透过我们的滑鼠控制来完成 那再来最后一个我觉得 Shift Screen 4X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模拟类似像iPad目前调度的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平板的画面 我可以去把它缩得更小 对那大家可以发现我缩小之后 它其实上面的外接显示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那这时候其实我也可以去加入我其他的APP 或是相簿 对那这样子其实看起来就很像iPad的目前调度嘛 我们可以在iPad主画面这边有四个萤幕的显示 那同时在上面也可以有另外外接的显示 所以比如说我这时候可能想要做笔记啊 或是做其他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发现我即使打开GoodNotes 上面的外接显示它还是可以继续做显示的 所以比如说我就可以在我的iPad上面继续做我的笔记 那这时候我只要用滑鼠去点击这边的小视窗 那我还是可以去继续滑动啊 或是继续使用我的软体 对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 并不会说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就直接被局限在这一块萤幕当中 那等于说你上下两块萤幕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对那你当然是可以在这边做笔记 然后在这边用滑鼠去滑动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Shift Screen 4X 让我一个蛮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真的有做到很接近iPad目前调度的那种感觉 对那如果你想要去再做一些其他细部设定的话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边的设定 对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它有一些像是键盘的快捷键 那我这边就不一一跟大家赘述 我就简单示范几个 比如说你要新增新的视窗 那你就点击Command加N 大家就可以发现一个新的视窗就跳出来了 对所以它这边有很多快捷键可以给大家去做参考 好那我们介绍完所有功能之后 那接下来当然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三大缺点 那我觉得它第一个最大缺点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嘛 它支援的App其实非常的少 它支援App这样我们零零钟钟算起来 可能大概只有十个App嘛 但是你iPad有Keynotes啊或是Word 或是其他可以编辑的软体 它在这边都是完全无法支援的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编辑我的Keynote 我还是必须得回到我的主画面去使用 对所以其实我就没有办法很自由的投影在上面 我就是只能还是用iPad的小萤幕来进行编辑 所以它的App支援真的是蛮少的 这是蛮可惜的第一个部分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视窗的部分 如果我们把视窗缩得很小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视窗缩小的话它这边 显示的画面也会变得很小 所以简单来说它的滑鼠会变得超纠敏 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右上角这个XX其实我是很难去碰到它了 因为它这个萤幕实在太小了 所以它的滑鼠移动速度会变得很快 所以你看我真的是费尽千辛万苦 才把那个XX按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它蛮可惜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侦测的灵敏度 它还是以iPad萤幕本身的大小去做侦测 所以你把这个视窗放大缩小的时候 它就会对你的整体侦测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刚刚讲过的地方嘛 就是它在播放YouTube或是Netflix的时候 它的画面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它一定要使用字幕画面的方式来做呈现 它没有办法进行一般的播放 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关于一些第三方软体资源的问题 对所以Shift Screen 4X 它在浏览器这块并没有整合的非常好 对那这个就是关于Shift Screen 4X的三个小缺点 好那在影片最后就要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你到底要不要花290元来购买Shift Screen 4X呢 毕竟这个App它还是要290元嘛 如果它是完全免费的话 我一定非常推荐大家现在就可以马上去下载 对但是如果是要付费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可以先来稍微思考一下 你自己会用到iPad显示器的需求有多高 假如说你是真的没有桌上型电脑 你也没有笔电 然后你刚好有一个闲置的外接显示器可以使用 然后你也真的很在意iPad它投影上去那个很粗的黑边框 或是说你真的是很需要一个iPad之外的萤幕 就是可以让iPad跟外接显示器各自做两件事情 比如说就像我影片前面讲的 你iPad可以拿来写笔记 然后外接显示器可以拿来浏览网页或是打字 所以那我觉得如果你是符合上述这些需求的话 我很推荐你可以直接去购买Shift Screen 4X 毕竟它也顶多花你两顿饭的价格嘛 大概不到300元 对所以我觉得以它的价格来说 其实是非常经济实惠的 而且你下载这个App之后 你就是可以永久的使用 那当然还是像我前面讲的那三个缺点 我觉得这个App它还是可以在做更多的优化 比如说它可以去支援更多的软体 去针对它滑鼠的手势做一些优化 那我相信它会变得更好用 而且更有整合性 目前针对非M1iPad的解决方法 我真的只找到这一款App可以使用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很需要外接显示器的话 然后你也不想花个两三万 花一台新的iPad的话 那我相信Shift Screen 4X是你的好选择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加分享 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最后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或者更详细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